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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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上 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种防冷招数的视频 教导女孩子们面对危险时如何自卫反击 那么这些招式的效果到底如何呢 为了找到答案 王敬来到了邢台市公安特警支队找到尹康队长寻求帮助 他将运用防身招式和特警队员裹招 从过程中辨证招式的效果 咱们还是根据那个女子受袭击的实际的情况 咱们进行一下演练 那我开始了啊 咱们再换一种方式 就是你这样从背部袭击 然后我这样去挣脱 是这样吗 对 好疼啊 这样 我再换一种 我觉得一定没问题 就是我在逃跑的时候 我如果摔脚了往后撤 然后你抓住我的腿 然后我就这种 对 等一下 预备 你这样 你搭我的肩膀 然后我去挣脱 我用我的招式 我太释放了 我觉得这些招式一点用都没有 真的 其实刚才您做的这个招式 是非常有效的 那么错就错在您的本身 我本身 对 你寄身的原因 好 那么请咱们两名特定队员 给您做一下正确的动作 好吧 好好好 我看一下 你看这 他那个在地上 我正跑脱的时候 实际转 实际转 队长 我刚才也是用了他们这些方式 就是去摆脱这个危险 为什么他们就能有效果 我就不行呢 两个原因 第一呢 首先是你的动作不够熟练 第二就是你的自身力量 基础比较差 可见 女性需要一定的力量与熟练度作为基础 才能够发挥防身术的效果 但一般女性很难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 这时防身术难以达到效果 那么面对危险时 有没有更加有效的方法 帮助女性脱离险境呢 面对危险 成功多险 应该把握三个原则 应该首先呢 就是注意环境 沉舟冷静 积极应对 具体如何做 还要根据不同的场景 选择不同的方法 为了对女性受侵犯的情况有所了解 汪静在支队长汪小龙的带领下 来到了档案室 比较高发的地点有 酒吧 夜路 黑车 作案时间啊 和包括作案的这个地点 都有一定的规律性 通过资料我们发现 有五个地点 是针对女性侵犯类案件中最常出现的 分别是夜路 酒吧 电梯 黑车 和公交车 那么 根据不同侵犯案件中的特点 女性应当如何正确应对呢 支队长汪小龙决定帮助我们 根据不同案例中的特点进行一次延期 精终找到女性应对侵犯时的正确方法 2014年4月 长沙女子小华和朋友聚餐后 独自走夜路回家 此时天色已晚 一路上他都在低头玩手机 并没有发现身后一男子正在靠近 男子尾随了小华近40分钟 在一昏暗路段 突然上前把小华拖入了路旁的角落里 实施强暴 并最终将其杀害 晚八点之后 很多路上的行人会变得越来越少 尤其在寒冬的夜晚 很多道路会变得更加漆黑和安静 虽然很多街道都会有路灯 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被照亮 即便路上有监控 但由于夜间的光线不足 很多角落会拍摄不清晰 此时 如果单身女性走在这样的路上 面对被人尾随 稍微放松警惕 就有可能面临险境 刺客 如果换作是你身陷绝境 你知道该如何合理逃生吗 这条路上行人稀少 很快 我们将在刑台特警支队的帮助下 进行一场演习 从中看交女性走夜路时 如何远离危险 带途一般会躲在暗处 司机选择袭击对象 一旦目标确定 便会进行尾随 此刻 如果你没有发现潜在的危险 带途便会慢慢靠近 一路上的女性 一般都会放松警惕 认为危险离自己很远 然而有时 危险就在不经意间突然而至 针对案件过程中 女孩的行为 银康队长被我们做出了解读 回顾细节我们看到 歹徒在行凶前 由于害怕暴露 一般都会尾随女性一段时间 这时 如果女性能够及时发现 歹徒意图 是有机会逃脱的 然而 刚才的女性 边走路边玩手机 这种行为 会干扰她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能力 导致她没能第一时间 察觉到危险的靠近 而穿着暴露的衣服 同样十分危险 在夜路性侵暗中的歹徒 大多是临时起义 看到女性穿着暴露 就起了色心 伺机行凶 面对突然袭击 不知所措 大声呼救 是女性的正常反应 有时 叫声可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起到自救效果 但有时 反而会给女性 带来杀身之祸 根据环境的不同 选择是否大声呼救 尤为重要 女性出门在外 遭遇歹徒 要把握四喊三不喊原则 面对危险 如果男友在身旁时 可以呼喊求救 女性朋友在一起时 可以大声呼救 在白天人多拥堵的路段 可以选择高声呼救 如果不远处有军警时 可以进行呼救 三种情况下 千万不要大声呼救 天黑周围没人时 不要大声呼救 四下无人 孤立无援时 不要大声呼喊求救 当发现危险靠近时 冷静应对 判断行驶 不要立刻大声呼救 由于安全意识薄弱 女孩没能躲过歹徒的袭击 面对危险 有时女性不同的处理方式 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一线生机 这时候 一名单身女孩出现在了夜路上 而隐藏在黑暗中的歹徒 也早已做好了准备 此时 女孩已经发现了被人尾随 本能地加快了脚步 发现自己的行迹白露 歹徒一般都会提前展开袭击 此时的女孩 处境更加危险了 其实 歹徒也是有弱点的 女性只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是能够提前发现危险的 一般这时 歹徒会主动离开 但此时的这名歹徒 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在店外 密切注意着女孩的一举欲动 遇到这种情况 女性单独一人 应该怎么办呢 回顾过程我们发现 面对身后可疑男子 女孩并没有惊慌失措 她通过横跨街道的方式 及时确认了身后男子的不轨意图 为接下来摆脱歹徒的尾随 赢得了时间 女性在走夜路时 如果感觉有人尾随 可以选择走到街对面 如此反复 如果身后的人 每次都跟过来 就说明自己 已经被歹徒盯上了 这时 就要果断采取措施自救 比如报警 或向有光亮和人多的地方靠近 刚才的女孩面对尾随 成功利用一家还没关门的店铺 进行躲避 夜路上的歹徒 最害怕光亮处和人多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作案 会增加风险 所以 面对尾随 女性要及时向这些地方靠近 一般这时 歹徒都会放弃侵犯女性的意图 但为了以防万一 找来自己的朋友或亲人 是摆脱歹徒最好的方法 女孩在这点上 做得十分正确 因此 如果在深夜 女性单独走在偏僻的路上 为了安全 有几个原则一定要谨记 女性夜间外出时 为了安全 要选择结伴而行 过程中 时刻观察周围环境 提防被人尾随 如果独自走在路上 切记不要听音乐 或玩手机 夜间 女性不要穿暴露的衣服 警方歹徒见色气心 面对尾随时 向人多有光亮处靠近 并及时报警求助 深夜偏僻小路 灯光昏暗 人流较少 往往会成为歹徒 隐藏作案的场所 但有时 人流较多的环境下 歹徒同样会有所动作 随着都市生活节奏的加快 酒吧 就成了很多年轻女性 排遣压力的首选地点 然而在放松的同时 很多女性防范意识薄弱 并不知道 危险正在向她们靠近 在酒吧内 时常出现针对女性的侵犯类案件 主要分为借机下药侵犯 和猥亵骚扰两种方式 那么当女性在酒吧时 为了保证自身安全 如何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发生呢 女性独自去酒吧时 由于孤立无援 很容易成为歹徒眼中的目标 他们往往会以搭讪的名义 借机靠近 此时 如果你放松警惕 总可能会被歹徒趁机骚扰 面对骚扰 女孩立刻躲到了一边 这虽然帮助她暂时躲开了危险 但如果歹徒借着酒禁继续上前 这时 女性又该怎么办呢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老板 你看这些怎么回事 现在就不要在骚扰这里着眼了 没事没事 谁跟你认识 从回步中我们看到 面对骚扰时 女孩立刻表示了拒绝 这种行为十分必要 歹徒往往由于心虚 会先试探性地骚扰女性 一些女性由于胆小害怕而不敢反抗 这时 歹徒往往会抓住机会 更加放肆 所以面对骚扰 即使表示拒绝 可以有效地震慑歹徒心理 从而逼迫其离开 面对力量大于自己的歹徒 女性选择直接对抗 显然是不明智的 这时 利用歹徒害怕被暴露的心理特点 即使向周围的人寻求帮助 可以有效地震慑住他们 这时 歹徒往往会选择知难而退 在酒吧中 除了骚扰以外 还有一种针对女性的侵犯方式 同样频发 歹徒的作案手段更加恶劣 2013年10月24日 19岁的女孩小瑶 在酒吧被歹徒下药后 拖入酒店侵犯 酒吧内光线一般比较昏暗 加上歹徒下药方式隐蔽 女性稍不留意 就会落入歹徒的陷阱中 那么在酒吧中 女性又应该如何避免 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你好 欢迎光明 需要喝点什么吗 今天人比较多 然后你可以先坐在发牌地方 等那有位置的话 我得给你安排过去 好 行 等我来个水吧 歹徒在行凶前 往往会选择搭讪的方式 和女性拉近距离 如果此时女性放松警惕 就很可能会落入歹徒的陷阱中 女孩面对搭讪并不理睬 但歹徒明显没有放弃的意思 你能喝吗 一会儿喝一杯 面对骚扰 一般女性都会选择起身离开进行躲避 但有时忽略了一个细节 就会给自己摆下安全的隐患 此时歹徒往往会躲在角落 观察女性回来后的反应 最终女孩还是落入了歹徒的陷阱 对于刚才女孩的表现 尹康队长做出了解读 回来以后 像刚才点了一个东西 应该及时的更新掉 好吧 回来后就不能喝了 对 回来这个东西就不能喝了 对对对 我们是这个是模拟的歹徒 这下的药是维生素碎片 你这可以放心 但如果是真的歹徒对你有歹心的话 下一盘药的话 你这时候人身安全是顺着非常大的危险 对吧 我们发现 歹徒利用女孩离开的时间完成作案 迅速且隐蔽 女孩很难提前发现 光线昏暗的情况下 你周围的人也很难发现歹徒的行为 所以为了避免自己落入歹徒的陷阱 预防是关键 面对陌生男子的搭讪 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借机选择离开 可以使自己摆脱困境 在这点上 女孩做得十分正确 但回来后 女孩见男子离开 就放松了警惕 她不知道歹徒 往往就是利用女性麻痹 大意的瞬间而行凶 所以 女性在酒吧时遇到类似情况 为了自身安全 应该记住以下几个原则 女性去酒吧时 最好选择结伴而行 时刻保证酒杯在视线内 提防被人下药 当离开座位再回来时 要及时更换掉酒杯 面对骚扰时 表言词拒绝 并第一时间向周围人求助 酒吧空间相对较大 女性在遇到侵犯时 可以选择逃跑和求助 但如果换成其他的环境 无人可求 无处可跑 在这不足几平方米的封闭空间内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 一般女性力量有限 根本无力反抗 你谁啊 你又远点 你干嘛 你有病吧 走开 遇到这种情况 女性应该怎么摆脱危险呢 2014年6月5号凌晨 受害人独自乘坐电梯回家 就在等电梯时 身后出现了一名形际可疑的男子 此时男子明显对女孩产生了不轨的想法 电梯门打开后 女孩和男子一前一后进入了电梯 电梯上行过程中 男子始终没有按下楼层 他的行为并没有引起女孩的警觉 就在他准备下电梯时 危险的一幕发生了 男子一把拉住了女孩 并在转身的瞬间 按下了其他的楼层 此时 女孩虽然极力反抗 无奈力量差距太大 还是被男子堵在了角落 电梯门再次打开 男子连拉带拽地 将女孩拉出电梯间 进入房间 并最终将女孩侵犯 类似的案例发生在2014年2月 女性侯某进入电梯后 因男子尾随而入 突然 男子将侯某扑倒在地 侯某立即反抗 两人在电梯里撕扯起来 侯某的反抗 不但没能摆脱男子的魔爪 反而激怒了男子 男子随即逃出利刃 向侯某的脖子捅至 索性 这时电梯门突然打开 侯某利用男子停顿瞬间 爬向门外逃脱 从两起案例中我们看到 由于电梯内空间狭小 加上女性天生力等小 防御力低 面对歹徒的突然袭击时 女性尽管选择反抗 但也很难挣脱 反而遭到了更严重的侵犯 电梯内行星的歹徒 往往都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 这使得她们的行为很难预测 过激的行为 很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 可见 面对危险 正面对抗是不明智和有风险的 那么女性在碰到类似情况时 如何正确应对 帮助自己脱离险境呢 色狼在记录电梯后 通常会选择站在角落 人多时 色狼通常心虚 考虑到自身安全 不会着急下手 会慢慢等待时机 一旦机会成熟 色狼便会开始行凶 通常机会 stack 融库报告 星期启嘹 一辐 门库报 cią 两次 糯 通过回放我们发现 女孩全程防范意识薄弱 虽然对色狼蠢蠢欲动的骚扰行为有所察觉 但她心存侥幸 电梯中途停下 她并没有及时离开 随着电梯门关上 女孩彻底将自己置入了危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性独自乘坐电梯时 由于势单力薄 往往更容易成为色狼袭击的目标 危险来临 立刻有所行动十分重要 干嘛呀 给我来啊 抱死吧 回顾全过程 面对危险 女孩利用四个角落来回移动 试图和色狼保持距离 这种做法十分正确 电梯不管是在上升还是下降过程中 时间都不会很长 尽管电梯内空间狭小 单多利用四个角落进行闪躲 可以为自己争取到宝贵的逃脱时间 面对步步紧逼的色狼 女性由于力气小 防御力低 正面对抗是不明智的 一般电梯内都会有摄像头和报警按钮 危险来临 应及时按下 引起保安注意 遇到危险 女性可以利用随身物品 尽量阻挡色狼靠近 那么结合电梯内色狼的行凶特点 为了安全 女性在遭遇色狼时 要记住以下几个原则 在进入电梯前 要注意周围环境 特别要防范陌生男子 进入电梯后 您和陌生男子保持距离 切记不要背朝对方 站在靠近电梯按钮的一边 发生危险时 要快速按响报警器报警 并通过按下楼层按钮 让电梯尽早停下来 尽快逃脱 面对危险时 尽量利用电梯的四个角落 来回移动 为自己逃脱 争取时间 女性的自身防范意识不强 电梯的空间相对封闭 是导致女性 频繁在电梯内 受到伤害的重要原因 然而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下 女性更容易受到侵犯 她的环境和电梯 有着类似的特点 空间同样有限 歹徒作案的手段通常也很隐蔽 此时 如果女性放松警惕 随时可能面临险境 一旦危险来临 女性将不得不直接面对歹徒的袭击 自2014年8月份以来 在全国陆续出现了多起 关于女生失联的消息 其中 很多都是因为女性乘坐了黑车而导致 2014年8月21日晚 女大学生金某出火车站后 被一黑车司机搭讪 由于打不上出租车 便坐上了男子的黑车 男子将她带到偏僻处实施了侵犯 后又将她带回住处进行囚禁 2014年11月16日 25岁的浙江金华姑娘吴某 原本要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但在乘车前往新娘家的路上失联 11月9日上午 金华警方发布消息称 吴某已确认遇害 警方很快抓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回顾案例 我们在痛心的同时更应该思考 女性到底该如何加强自身防范 避免这些悲剧再次发生 在火车站外 学校门口 长途汽车站 这些地方 我们时常能够发现黑车的身影 很多女性为图方便 会选择搭乘黑车出行 虽然并不是每一个黑车司机都是歹徒 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 女性乘坐黑车时 难免会面临安全隐患 有人认为 不坐黑车就能够彻底避免危险 但在很多地方 由于公共交通不发达 女性出行不得不乘坐黑车 这时 预防危险的发生 就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女性在乘坐黑车时 到底该如何加强自身防范 确保自己一路平安呢 歹徒通常和其他黑车司机混在一起 让人很难分辨 一旦她看到单身女性 便会上前懒客 而且表现得非常热情 过程中 她们常常还会利用一些女性 爱省钱的心理 用低价来掩诱她们 如果女性上了她的车 她一般会通过聊天的方式 让女性放松警惕 如果此时你麻痹大意 并没有注意到危险已经降临 你身边的热情司机 随时都可能露出邪恶的一面 你身边的热情司机 你身边的热情司机 要什么学院是上学 去哪儿培训 你去挺辛苦的吧 要不然你先睡会 我到这边叫你 姑娘你看我长得像坏人 没事她的时候睡吧 一会儿到这儿我再叫你 行 师父到了记得叫我 行 由此可见 如果女性这时不小心 落入了歹徒的陷阱 后果真的不该设想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女孩子到底该如何加以警惕 保证自身安全呢 回顾细节我们看到 女孩全程防范意识薄弱 在交谈中 把自己的个人信息 告诉给了歹徒 这种情况十分危险 歹徒往往会利用这些信息 选择袭击女性的方式 但比起这种错误 在黑车上睡觉 则更为危险 一旦女孩睡着了 司机的任何图谋不轨的意图 都很难被及时发现 有的歹徒这时 会抓住时机更改行车路线 把女性带到偏僻地段 实施侵犯 可见 避免和陌生司机过多攀谈 时刻保持清醒和冷静 十分重要 但预防这种危险 只是做到以上两点 还远远不够 2014年8月9日 20岁女大学生高瑜 错上陌生人的车后 失踪多日 警方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查找 经调查发现 该车车主普某有重大嫌疑 随即抓获 据普某交代 她当日驾车搭乘高瑜 途中两人发生争执 并将高瑜杀害 一般受害者 在遇害之前 都会竭尽全力地进行犯他 由于男女先天 在力量上存在差距 女性很难挣脱 而且挣扎过程中 歹徒很可能会进一步伤害女性 因此 这种情况下 保持冷静十分重要 女性必须机智地应对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面对陌生司机的骚扰 女孩并没有过多的理睬 说明女孩还是有些警惕心的 但只是坐到警惕身边的司机 还远远不够 当陌生司机 故意偏离行驶路线或方向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危险即将到来的时候 这时 你的警觉和对司机的态度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接下来的情况将如何演变 我们看到 司机的骚扰 司机的语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但这名女孩并没有与她发生争执 此时 她要做的 就是寻找一个机会 尽快摆脱危险 女孩最终机智的 使自己摆脱了危险 对于刚才女孩的表现 尹康队长做出了解读 那么这位女士呢 比刚才那位女士 安全防范意识要好得多 发现这个不安全因素情况下 其实在离开 做得非常好 而且你看 她特地找 就开始往人多的地方 开始走 对 那么建议咱们这个 广大女士朋友们 发现这个不安全因素的话 往咱们这个人多的地方 逃生 我们发现 在乘坐黑车时 除了避免与司机闲谈 女性更应该时刻观察 汽车行驶的方向和路线 一旦发现有问题时 切记与司机发生争执 而是要保持冷静 做到细心观察车外环境 在不引起司机怀疑的情况下 找个理由尽快下车 远离危险 其实 黑车内的歹徒虽然狡猾 但也是有弱点的 他们最害怕自己的意图 被提前发现 行车路线被他人知晓 此时 如果歹徒选择继续行凶 会增加风险 一般这时 歹徒都会放弃 所以女性 就要利用歹徒的作案心理 有效地保护自己 过程中 有几个原则 一定要谨记 尽量不要乘坐黑车 非乘坐不可时 要提前记录下车牌号 并在行驶过程中 用手机向朋友或家人 告知自己的方位 坐车尽量坐在车后排 不要坐副驾驶位置 行车过程中 不要和陌生司机 过多地攀谈 时刻注意行车路线 保持警惕 当发现司机 故意偏离路线时 要迅速利用手机 定位自己的位置 并及时通知家人报警 由此可见 女性独自乘坐黑车 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 很多女性外出时 会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比如公交车 由于公交车内空间有限 相对拥挤 人们之间距离很近 有时身体接触在所难免 这些都给色狼行凶 创造了有力条件 如果此时 你防范意识薄弱 就很有可能遭遇色狼的骚扰 2013年10月 在苏州一辆公交车上 出现了一名色狼 不断对周围的女乘客 进行骚扰 过程中 色狼盯上了一位 身穿白衣服的女孩 面对骚扰 女孩没有明确的反抗 也没有躲开 男子趁机不断用手 触碰女孩的臀部 时间长达20分钟 他的恶劣行径 被周围的乘客拍了下来 相思的案例发生在2014年8月 画面中的公交车并不算太拥挤 但画面中这名红鱼男子 却紧贴在女孩的身后 趁公交车颠簸的瞬间 男子竟然伸出手 触摸女孩的身体 女孩有所察觉 无奈只是将脸转向了窗外 面对骚扰 案例中的两名女性 为何都选择沉默而不敢反抗 当危险逼近 女性真的没有办法应对吗 在公交车内 女性应当如何保护自己 远离色狼的骚扰呢 为了找到答案 我们决定在形台特警的帮助下 进行一场公交车演习 还原真实案发现场 从过程中寻找答案 为此我们找来了一辆公交车 并找来了大量学生充当乘客 同时我们在车上架设了多台摄像机 并安排了工作人员 在多个角度全程记录演习过程 一切准备就绪 很快 我们将通过演习 为大家找到女性 应对公交车骚扰的有效方法 公交车上的色狼 一般都会选择单身 且穿着暴露的女孩 作为骚扰对象 她们经常会从后面慢慢靠近 先试探性地对女性进行骚扰 很多女性由于害怕和紧张 而不敢出声和移动 这时色狼的举动往往会升级 面对越发嚣张的色狼 有时女性会选择逃跑来进行躲避 但车厢内空间有限 如果色狼继续上前骚扰 女性很难彻底摆脱危险 女孩最终也没能躲过色狼的骚扰 其实在公交车上的色狼 一般都是见色起义 看见女性穿着暴露就起了色心 所以女性要提高防范意识 在着装上多加注意 不要穿着过于暴露的衣服 去挤公交车 面对骚扰时 女孩由于害怕而显得不知所措 这时色狼明显发觉有机可乘 从而更加放肆 其实色狼在行程前往往更加紧张 害怕女性反抗 从而使自己暴露 所以面对骚扰 女性要抓住色狼的心理特点 明确地表示拒绝 这样可以对其起到震慑作用 一味地忍气吞声 反而会纵容她们变本加厉 面对公交车上色狼的骚扰 女性勇敢地表示拒绝十分重要 那么有哪些具体有效的拒绝方法 能够帮助女性震慑色狼呢 此刻 色狼将目标锁定为这名穿黑色衣服的女孩 此时 如果女性立刻做出反应 色狼会因为害怕行为暴露 而有所收敛 但有时效果只是短暂的 如果色狼继续上前 女性又该怎么办呢 女孩突然地回击 帮助她最终制止了歹徒的骚扰行为 对于刚才女孩的表现 银康队长做出了解读 你看刚才这个女孩 我觉得成色挺好 对 刚才这个女同志做得还是比较好 首先遭到骚扰以后 就先看了她一眼 可能瞪了她一眼 对她首先进行了警告 包括她进一步对你骚扰的时候 看用手中的包子 她进行了拍打 这个时候对这个发生训练的心理脑子 进行过 这个阵势 对 估计这就不敢再动 对 我们看到 面对骚扰 女孩立刻回身瞪了一眼 予以警告 这种行为十分必要 歹徒在行凶时 由于做贼心虚 往往会很紧张 愤怒的直视色狼 可以有效地震慑其心理 使其不敢有更加过分的举动 通过大声赤贺的方式 也可以有效地阻止色狼的骚扰行为 这时 被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色狼 往往会因为无地自容 而选择离开 在阻止色狼的骚扰时 女孩由于情绪激动 用随身画包向色狼打去 这种暴力反抗的举动 固然能战胜吓跑一些色狼 但如果色狼反击 则有可能给女性 带来进一步的身体伤害 那么 当危险来临时 对于女性来说 有没有更加机智 安全地应对手段呢 色狼往往躲避在乘客中 女性很难提前察觉 一旦看准时机 色狼便会开始下手 这时候 画面中的色狼 不停地对身旁的女孩 进行骚扰 这种情况下 女性应该如何机智应对呢 面对危险 如果女性足够机智 可以利用身边的物品 有效地阻挡色狼 但有时 色狼并不会放弃 面对这种情况 女性又应该怎么办呢 通过刚才的过程 我们看到 面对骚扰 女孩利用胯包横挡在身后 为自己腾出了防御的空间 隔开了与色狼的距离 从而保护了自己 但有时 面对色弹包天的色狼时 一味的防御 并不能解决问题 必要时 还是应该选择反击 但是色狼的动作 往往很隐蔽 如果没有证据 即便制止了色狼 也很难给予其法律的制裁 画面中的女孩 利用手机拍照的举动 可以保留下关键的证据 报案后 立于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通过以上三组公交车演习 我们发现 应对骚扰 预防是关键 同时 女性要冷静机智 利用色狼害怕被暴露的心理弱点 在气势上 首先压倒他们 过程中 要注意以下几点 女性乘车时 尽量选择空旷的角落站立 注意左右扫式 提防不良企图症 面对骚扰 可以利用随身携带的物品 遮挡身体 阻止色狼进一步的侵犯 面对危险 可以向女性多的地方靠近 红性相互依靠相对安全 色狼心虚 一般会选择放弃 在面对骚扰时 女性应鼓起勇气 大声赤和色狼 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及时报警 并注意用手机保留证据 不要忍气吞声 这样反而会使得色狼得寸进食 从本期节目各场景的演习中 我们看到 女性使用防身术时 如果力量不够 招式不够熟练 不要和歹徒正面对抗 学会如何机制应对 预防危险的发生更为重要 夜晚降临 女性出门时 最好选择结伴而行 注意警惕周围环境 在酒吧放松的同时 要提高防范意识 警惕躲在暗处的黑手 独自乘坐电梯时 要警惕陌生男子 遇到危险 要沉着冷静 机智应对 在公交车上遇到骚扰时 要及时表示拒绝 并向周围的人寻求帮助和报警 运用法律的力量 保护自己 远离侵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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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用? 保护自己 蹲 帮 那 水